大家还记得漫画《222话》那个灵魂交换的稍操作吧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逆天能力属于谁 就是那个谁 没错,就是那个存在感一直很低的悠悠 悠悠解释说 虽然他的数字是瞬间移动物品和人 但他却把身体和灵魂当成两个独立的存在 因此只要双方都同意 他就给交换两个人的灵魂 让我留一旅 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悠悠,是我赢的 他们的计划就GG了 这件下下一定知道,读者们都嫌弃悠悠 想让我们更喜欢他吧 这货简直就是这场战斗的NVP啊 不仅加半价点,把所有人的肉体送回去 还把胡章的灵魂换出来特训了一番 不过胡章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周灵真人的数字,不就是身体和灵魂紧密相连 以至于改变一方,会影响另一方吗 他自己都体验过五位转变,如何影响身体啊 正因如此,交换灵魂应该不会毫无影响吧 然而悠悠淡定地表示 他的数字就像把两个盒子里的东西互换 甚至不用打开盒子 嗯,现在我们终于理解了 以股跟苏诺说他们作弊的意思了 不过我们也得着悠悠的咒术能力 只有免费试用版 他每个月只能对同一个人进行两次交换 接见下下也肯定在想 妈呀,我创造了一个超强的设定 只要让服装不停作弊 不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吗 不行,不行,得设个限制才行 因此,第一次交换的对象是日下部 没错,就是那位 没有咒术却是史上最强的一级术师 而且还是简易领域的高手 连五条物都称赞过他 这波操作让日下部好好操练了 一下武装的咒力控制 还顺便教了他简易领域的使用方法 悠悠说 每个月只能对同一个人进行两次交换 你一定好奇,第二个人选是谁吧? 别猜了,不是五条物 首先,五条物是怪物等级的人物 会使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招式 更别说他的六眼是无法复制的能力了 交换的初衷不就是学习容易复制的术师来提升战力吗? 第二位幸运儿其实是乙古犹太 他跟虎藏交换的身体好学习反展术师 和利用宿挪在虎藏体内的术师 以达到反制宿挪的目的 这波操作还能让乙古熟悉宿挪的战斗方式 方便日后课题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250话中 虎藏体内学会超强周率控制术师 被指入乙古体内 乙古在250话只锁定宿挪一人进行攻击 甚至在领域展开也可以针对宿挪一人 这也是以前他做不到的 所以我猜测乙古是第二人选 等等,还有更劲爆的料 独野猫还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虎藏之所以学习速度飞快 全都是拜宿挪所赐 而非他本身的才能 这不就否定的虎藏 多年来努力奋斗建立起来的威信吗 在250计划揭露了一个超级大瓜 虎藏他爸 居然是宿挪的双胞胎转世 更神奇的是 娟索在虎藏出生前 就将宿挪的手指封印在他的体内了 宿挪提到 作为死面回游的勇者 虎藏定身体内就封印宿挪的手指 所以虎藏本身就有一根宿挪手指 虎藏在学校吃下第二根手指 然后五条物给他吃的第三根手指 少年约的是第四根 在88桥吃下第五根手指 在尸骨吃下前面给的第六根手指 肉虎头为十根手指 所以已经来到十六根 但宿挪在这一点上 仍只能使用十五根手指的力量 我马上就会解释为什么 之后我们都以为里梅梗的宿挪四根手指 但其实只有给宿挪三根 因为另外一根就在虎藏体内封印 那你可能会问 既然虎藏体内已经有手指了 为什么宿挪的复活会拖到这么晚 照理虎藏体内有第一根就可以复活了 那是因为那根手指被封印了 就跟眷所藏在其他转身咒素师体内的咒物一样 眷所也教过宿挪如何封印 所以这一切都说得通了 简单言之 虎藏素生时代的那根手指根本没什么用 迟到136话 也就是眷所准备死灭回游的通知 他使用了五位转变才启动了那根手指 眷所有激活的所有转式咒素师和飞素师 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60话中 虎藏还没有进入殖民地 就收到了一封说他是游戏玩家 打从一开始 虎藏生来就注定是苏诺的容器 还记得第一话 虎藏会感受到苏诺周围的残雨吗 我们都以为那是虎藏碰了手指沾染的 但其实那才是真货啊 其实苏诺提早和池点复活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虎藏体内的封印手指就像备胎 不管怎样 只要死灭回游一开打 苏诺就肯定会复活 眷所这个大反派真是让人佩服 恶魔在努力工作也比不上他 只是可怜虎藏一直来都被当成工具 在258话最后 苏诺放大绝拉 他用了一堆的束缚 把自己的领域限制在99秒 只要时间已到 伏魔一阻子就会轰隆一声 灰飞烟灭 但是苏诺大人发现 周围有一堆不怕死的蚂蚁在乱窜 还妄想挑战他 既然如此 那就以笔字道还似笔 没错 苏诺大人召唤火焰 准备把所有人考个像素可口 御厨子其实在日本也跟念成厨房 更别提苏诺就要喊开 不就是炉灶的意思吗 所以伏魔一厨子 根本就是 究竟死亡料理厨房吗 这也呼应了 苏诺之所以爱用料零梗 更巧的是是在官方粉丝书中提到 苏诺之所以选择李梅当仆人 就是因为他厨艺高超 苏诺根本就是地狱厨房里的 够等真人版嘛 我打赌下一话 一定有料理大战的场面 以上就是258话补充的内容 你们对于这一话 有什么地方不了解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去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